又我來自澳洲的真P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都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 曬冷氣 點讚 分享 和訂閱 啟抗疫 拼經濟反網報 今次就說說 Who is next 誰呢? 就是誰會被普京大帝斷惡氣 好搞笑 這則新聞是俄羅斯的媒體引述芬蘭的赫爾辛基新聞報 這真好笑 為何俄羅斯媒體又不說 yes or no 究竟赫爾辛基新聞報說什麼呢? 就說 芬蘭政府和企業受到諷 就是5月21日會被俄羅斯斷氣 即是俄羅斯停止向芬蘭供應天然氣 不過 已經做好準備了 他們就說 被俄方斷供天然氣的風險 是真的存在的 目前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sprom 就簡稱俄氣 已經要求芬蘭各有天然氣公司 在5月20日之前 就是做一個回應 什麼回應呢? 麻煩用盧布支付 難怪他知道21日會斷 另外 歐盟的消息人士也說 其他很多歐盟國家也收到俄氣的最後通知 就是這個最後限期 不過 歐盟委員會和芬蘭政府 都對俄方的要求 否定你 持否定態度 意味著俄羅斯輸到芬蘭和歐洲大部份地區的天然氣 可能真的在5月21日會斷 因為20日他就叫你用盧布付錢 芬蘭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度 挺厲害 是90% 我猜不到 可能近 近的話是便宜 高達90% 三分之二的天然氣 他們就用於芬蘭本國的工業 芬蘭官方估計 目前天然氣的設施不足 是用不到其他液化天然氣 這跟其他歐洲國家一樣 因為液化天然氣的設施要建立 所以現在 亦需要快快速速地找到天然氣的代替商 或者代替品 為什麼說商和品呢 因為你可以找另一個國家給天然氣 或者 像歐盟其他國家一樣 要發展綠能 都沒有那麼快 應該沒有那麼快 不過我想也不會看著它的市 不過是貴一點 歐盟國家也不會看著它的市 是 今年三月底 當然 西方就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 用了一招 就說 這樣嗎 用盧布去結算 即是要求 他有個list 記得嗎 當時蘇貞昌就說 我們入了 不友好國家 俄羅斯搞台獨 不是 別人有地區的 頂你 如果 你入了這個 不友好國家及地區 那就麻煩你了 要先在俄羅斯銀行 開設盧布的帳號 之後再經過這個帳號 支付 你購買 俄羅斯天然氣的銀子 俄羅斯總統普京也說過 如果你們這些國家拒絕用盧布付錢 那就是違約的 買家 將會是 後果自負 芬蘭媒體也說 同意俄羅斯的付款 要求是獲得 俄羅斯天然氣供應的必要條件 不過 芬蘭的官方好像就說 不行 我不會用盧布付錢 那老頭四也說 俄器這家公司 一直都是要求 而且明確要求 是 波蘭和保加利亞 在 上個月 即是4月27日之前 就是要用盧布付錢 不過這兩個國家就沒有了 目前 芬蘭國有天然氣公司 Gadsom 也收到俄器最後的通疊 即是在 5月20日之前 請你們用盧布支付你們天然氣的銀子 另外歐盟的消息也說 其他很多歐盟國家都受到類似的通知 不過芬蘭的 官方態度和波蘭一樣 都挺堅決的 芬蘭歐洲理事會 這個分會的會員 就叫 普利利令 他就說我們是不會妥協的 我們不同意 俄方這個支付要求 當然 其實芬蘭 4月初時 已經 說過我們不會用盧布支付 即是一再強調 他也說盧布支付是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的 一個手法 他也只是玩笑你 俄方的具體要求是什麼 就是 在 歐洲的天然氣買家 一定要在俄器公司旗下的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 Gasprong Bank 就開兩個戶口 一個就是歐羅的戶口 另外一個就是盧布的戶口 嗯 天然氣買家可以按照 舊的方式用歐羅去支付帳單 俄羅斯天然氣 工業銀行就負責 貨幣的兌換 並且把資金轉入盧布的戶口 同時 只有資金 到了盧布的戶口 才叫做完成了 整個支付 但以前不是 就是給歐羅或者是給美金 所以歐洲委員會就認為 這些公司 的歐元支付 在 被轉到盧布之前 其實 被俄羅斯央行以 借貸的性質持有 這個是違反了 歐盟禁止和俄羅斯央行進行任何 交易的制裁措施 如果我們這樣做就等於自打嘴巴 我給你制裁措施 你現在這樣就是迫我們 違反自己的措施 事實上它就是要你這樣 就是要你這樣 對於芬蘭來說 俄氣公司還提出了一個額外的要求 就是 芬蘭的天然氣公司的歐元付款 並不是由俄羅斯天然氣公司 銀行負責兌換 而是由這間公司自己 對成盧布說這樣玩他 不好了吧 真的是分明玩他 不過我覺得這個更好 瑞典的瑞典 還有俄國軍機進入了他們的領空 無人機 令芬蘭只能直接用盧布向 俄羅斯支付 而這些其實已經被西方國家否決了 我們不會這樣做 我們不會這樣做 芬蘭官方 拒絕響應俄羅斯的態度意味著 什麼呢 很簡單 就是他在 5月21日之後 俄羅斯就有個藉口 就說 你不肯嗎 你不用盧布給嗎 那就斷氣 就斷你們的供應 當然 我就覺得 你說會馬上斷劃 他不會這麼快 不過我也很難說 這個不敢寫包 很多歐洲媒體就說 不意味著芬蘭天然氣就立刻斷工 為什麼呢 一方面 書器館本身就是一個 天然氣的短期儲藏的設施 另一方面 芬蘭也有其他天然氣的供應渠道 這樣也好一點 因為芬蘭更加冷 大家知道北歐國家 現在 現在 就不是冬天 不過如果之後再是 冷冷冷冷冷冷的話 也挺嚴重的 根據芬蘭的官方估計 芬蘭的 天然氣基礎設施 其實就包括 他們借 愛沙尼亞的天然氣管道 和液化天然氣的終端 但是 這兩個供應量 依然是 不可以補足 如果俄羅斯天然氣斷工的 這個狀況 什麼時候是 芬蘭和愛沙尼亞 有這個投入呢 很久之前 19年12月 芬蘭和愛沙尼亞之間的波羅的海 天然氣管就投入運用 這個管道可以通過愛沙尼亞 使芬蘭和拉脫維亞的天然氣儲備 芬蘭和拉脫維亞的丸子 這個終端是相連接的 立桃維亞的港口 是接收一些天然的 這也是現實 它有它的價值 因為它始終都是 地利位置比較特殊 當然這些特殊地利位置國家 一般來說 在大國之間有什麼戰事 都是最糟糕的 包括烏克蘭的地利位置 也很特別 南部的地利位置 黑海出海口 它照搞 沒辦法 照搞沒辦法 不過其實這條天然氣管的供應量 芬蘭的官方也承認 是不是很足夠的 芬蘭和俄羅斯相連的就是 馬伊特拉天然氣管 在2021年 芬蘭進口的天然氣 有四分之三 就通過這條 天然氣管進入 當然這些是俄氣 是俄羅斯的天然氣 只有四分之一 是通過和 愛沙尼亞這條天然氣管 進入芬蘭 至於液化天然氣 它們的終端 需要等到今年十月後 因為現在它也是猛起 十月後才可以投入使用 報道也說 因為剛剛你蓋好的東西 你的規模不算大 所以 天然氣 供應量 不太高 一下子斷氣當然是麻煩的 全世界都一樣 也是有一個緩衝期 如果沒有緩衝期 一鑊過這樣斷 很貴 肯定會很貴 一定 是 跟中歐和南歐國家相比 其實天然氣在芬蘭的能源結構 有一點 幸運 就是 天然氣 在整個能源供應結構當中 比例不算太高 亦很容易被其他燃料所代替 2021年 天然氣正是佔芬蘭總能源的消耗5% 這就算是幸運 但是工業領域 是以天然氣為 生產原材料的企業 都幾多下 剛才也說過芬蘭有三分之二的天然氣 用在 工業的 其中 使用量最大的 就是這個國家的化工 和德國一樣 化工 產業亦用很多天然氣 如此同時 芬蘭 對俄羅斯的天然氣的依賴度 就有 90% 不過 天然氣用 在整個能源的比例只有5% 芬蘭的官方也估計 如果 俄羅斯天然氣管道是關閉了的話 工業天然氣供應 可能 不會在 所有情況下得到保證 有些情況下可能都要斷一斷 這個行業 只可以找天然氣的代替品 一是就是減產 有些芬蘭的國家 有些芬蘭的公司 已經是 為天然氣斷工做好準備 那肯定 因為俄烏的戰士都已經 兩個多月 其實這件事都是 必須做的 必須做兩個多月 你也估計到 什麼事情都會發生的 你想想 出兵也會 我當時都說 不會吧 時勢還出兵 我是錯的 說幾次我是錯的 低估了他的這個決心 我是當時 當然 這個國家最大的 天然氣用戶 就是 叫做 Nesda 納斯特 他們就說已經嘗試用丙丸去代替天然氣作為生產的原料 一方面 芬蘭的企業 有 責任為 俄羅斯天然氣斷工做好準備 但是另一方面 天然氣的替代 的難以程度 都是取決於 企業本身的生產工藝 如果生產工藝是比較複雜的話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 現在 北歐兩兄弟 芬蘭和瑞典 6月份 或許就是他們加入北約的時候 但是之前 那也很快 這個月會有什麼大事發生 會不會就是 這樣 提早生 提早斷工 沒那麼壞吧 都要跟合約 他之前也給了最後限期 應該是不會的 如果 老實說 如果這個普京 這麼好的話 就不會動手 是嗎 應該這麼說 哈哈哈 是不是應該這麼說 如果他這麼好的話 就不需要動手 生意還生意 但是 他的管治是比生意更重要 糟糕 這才是 重要的 你要知道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希望芬蘭就沒事了 因為國家那麼冷 不過應該沒事 他佔5% 夠就夠了 因為他佔得小的比例 但是有些國家佔得大 好像德國那樣 就不是那麼容易救的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我會見 可以 好